可飞了半天 它还是没找到一口食物 秃鹰又累又饿 忽然看到了什么 只见一只小鸡进入了它的视线 有小鸡 有老鸡 快 快跑 看你往哪儿跑 不要转我 好疼啊 好痛 好痛啊 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好饿啊 就在秃鹰在树上休息时 一只麻雀飞了过来 秃鹰大哥这么早就出来了 是啊 早点出来找些吃的 哎呀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每天一大早就得出来 还不一定能找到吃的 可不是 谁叫我们的叫声不好听呢 找吃的跟叫声好不好听 有关系吗 当然啦 王宫里有一只鹦鹦鹉 就因为它叫得好听 国王天天都喂它小米 天天都能吃到小米 可不是吗 人家是大哥星 咱没法和它比 谁叫咱一唱歌就跑掉呢 其实 我唱起歌来也很不错 不如 我也去王宫 给国王唱歌 混点小米吃 说完 秃鹰就飞走了 得了吧 就你那破罗嗓子还想混小米吃 去唱歌 你要自求多福哦 就这样 秃鹰飞到了王宫上空 果然 秃鹰在王宫那里 看到了国王和那只会唱歌的鹦鹉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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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爱 快点吃吧 吃饱了再继续唱歌 多吃点 多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唱歌嘛 你慢慢吃 一会儿我再来听你唱歌 真是好漂亮 又好可爱的鹦鹉啊 这一切都被窗外的秃鹰 看在了眼里 他是那么羡慕鹦鹉的生活 不必每天早起 不必辛苦的飞来飞去 只需张开嘴巴 叫两声就能有小米吃 嘿嘿嘿 鹦鹉老弟 再吃早餐啊 再吃早餐啊 错 应该叫零食 零食就吃这么好 那早餐不是很棒吗 呃 鹦鹉老弟 为什么国王会每天都给你小米吃呢 因为我的叫声 因为我的叫声悦耳动听 国王特别喜欢我 常把我放在身边 还用五彩缤纷的珠宝打扮我 每天都有小米吃 还用珠宝打扮 难道这就是歌星过的日子 哦 真是好棒啊 哈哈哈哈 鹦鹉老弟 不瞒你说 其实我也是歌星 我的歌声也很好听啊 就你 得了吧 我还从来没听说 秃鹰的歌好听呢 哼 你知道什么 我当歌星都一个多礼拜了 哦 哼 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饭碗 我的歌声 一点也不比你差 如果国王听到我美妙的叫声 一定也会赏赐我的 秃鹰发现了正在睡觉的国王 于是他便在靠近窗户的树枝上停了下来 嘿嘿 我的机会来了 国王 你就好好听听我美妙的声音吧 为了引起国王的注意 秃鹰大声叫了起来 他认为国王听到他的叫声 也一定会赏给他小米吃 可是秃鹰的叫声是那样的刺耳 国王在睡梦中被他吵醒了 哎呀 什么声音 好难听吓死我了 来人 快来人 国王 你有什么吩咐 刚才是什么声音 怎么如此令人害怕 国王 这是一只秃鹰发出来的怪伤 立刻派人给我把那只发出怪叫的鸟抓来 遵命 真吓死我了 国王派人来请我了 一定是我动听的歌声打动了国王 这是什么规矩 有这么请歌星出场的吗 你们要对我好点 你们要对我好点 我可是大哥星啊 国王 蜂蜢被我抓来了 给我把他的羽毛全部拔掉后 丢得圆圆的 看他还敢不敢再乱叫了 怎么样 啊 拔掉我的羽毛 不要啊 没有羽毛我会感冒的 一感冒 哎呦 这一感冒的 哎呦 你不平 哎呦 秃鹰大哥 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这 这都是鹦鹉惹的祸 哎呦 好疼啊 秃鹉 秃鹰大哥 鹦鹉怎么可能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啊 那只该死的鹦鹉说国王只要听到悦耳动听的歌声 就会给小米吃 还用珠宝装扮 谁知道我刚一唱歌就被国王抓住 给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怎么能怪鹦鹉啊 当然怪那只可恶的鹦鹉 要不是它 我能落得现在这样 鹦鹉 你给我记住 不要总是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应该反省自己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况且没有具备真正的才能 盲目效法 只会令人发笑而已 自求多福 比喻靠自己的能力来求取福禄 悦耳动听 比喻言语或声音 美好动听 使人感到愉悦 原本一只玩好无缺的图鹰啊 竟然被拔光毛了 很好笑 很好笑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过了以上的故事以后 你还记得故事中出现了几种鸟妹呢 我记得有四种 四种 哪四种啊 有小鸡啊 图鹰啊 麻雀啊 还有鹦鹉 一共有四种 一共有四种 那我再问你啊 在故事中啊 鹦鹉的长处是什么呢 鹦鹉的长处是很会唱歌 每当它唱歌 国王就会给它很多小米吃哦 哦 它很会唱歌 那你觉得呢 凸鹰的长处是什么呢 嗯 我曾听老师说过 凸鹰的长处是会吃动物的尸体 嗯 凸鹰虽然长得不好看呢 但是它在食物链中却扮演着 轻道夫的角色 因为有凸鹰啊 地球上动物的尸体才不会越积越多 也就是说呢 宇宙的造物者创造每一种生物 都有它的用处 这就叫天生 我才必有用哦 哦 所以先生们的意思是说 连小蚂蚁啊 也都有它的用处吗 对啊 哦 每一个人呢 都有它的优点 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哦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物 不要任意地伤害它们的生命哦 嗯 哇 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好事哦 那你觉得 应该将别人的优点 成为自己的优点 还是要去嫉妒别人好了 但是 学习别人的优点呢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嗯 因为这样子才会进步啊 对 别人的有的好的长处呢 我们要向他学习 要跟他看齐 绝对不要嫉妒别人 对不对 这样子呢 他们的优点 好 就变成我们的优点 我们的优点也会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到自己的优点了吗 有啊 我很喜欢画画啊 而且我初学也曾经考过100分啊 这都是我的优点吧 嗯 对啊 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呢 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你也很善良啊 你很有爱心啊 对不对 那你在学校也很听老师的话啊 那你也很孝顺父母 那在学校一定是很有人缘的 对不对 谢谢乡乡妈妈 我会努力 再努力的 嗯 很好 哇 我再问你哦 你觉得故事中的兔鹰呢 是我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呢 嗯 兔鹰项目因为我会唱歌啊 所以也想要以歌声来讨好国王 可是啊 他的歌声太难听了 正好操心了 是梦争的国王 是啊 正可以所谓的 画虎不成反类犬 嗯 对 因此呢 我们做事呢 不要太好高无援哦 或者能力不足啊 模仿师真 就变成不伦不类了 就像故事中的兔鹰啊 他声音不好听 可是却勉强地学鹰鹰啊 其实只要花卉我们自己的长处就可以了 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来哦 嗯 那你觉得怪罪别人是一个好习惯吗 呃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怪罪别人啦 像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问我妈妈说 你到底把我的东西放到哪去了 最后才发现是我自己放的啦 啊 啊 都会先问妈妈对不对 哎妈妈你又给我乱收啊对不对 嗯 都会这样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常会遇到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会常常去怪罪到别人 那霍阿你觉得要怎么要去避免这些呢 嗯 我觉得应该先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卖啊 然后尽管自己没有自己的缺点 然后再 去把它找出来对不对 嗯 嗯 很好 所以呢 当如果你不如意的时候呢 其实要先自行啦 那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想看 就像菩萨呢 对手的众生都怀着无限的慈悲及包容 我们要笑话菩萨的慈悲 来包容别人的错误 那如此我们说越来越怎么样 越快乐啦 那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啊 哦 像像妈妈 那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一位菩萨了哟 哇 谢谢你哟 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 各位小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哟 下次再见哟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